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把他资料挂在我们招聘网站的手页 如果有感兴趣的呢 就会直接和他电话联系 或者视频面试 这样行吗 好的好的 好 谢谢师兄 没事儿 谢谢啊 丁姐 你找我 突然一个急事儿 哎 奇了个怪了 我手下最得力的业务组长 何清今天一大早 给我提出辞职 何清 我有印象 挺聪明能干的 嗯 所以完全给我一个措手不及 我叫你过来就是希望 你能想要办法 帮我把这事解决一下 你是想挽留他 还是想弄清楚他离职的意图 他手上拿着大量的客户资源 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搞清楚 到底他是真的想离职 还是想跳槽 如果真的是想跳槽有人挖他的话 你要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实在是留不住 那就让他必须得签一个离职保密协议 他手上的客户资源 一个都不可以给我带走 哦 明白 那你去吧 辛苦了啊 今天只是和你协谅 你是想和我聊离职的事吗 对 但不是正式面谈 如果正式的面谈的话 就约你去面谈室了 那宋总想跟我闲聊点什么 干得好好的工作 为什么要离职呢 是对薪水不满意 还是对待遇不满意 还是有什么自己的私人问题 还有 还是有人挖我 有吗 宋总 真的没有人挖我 我也没有任何想要跳槽的打算 我就是单纯地不想干了想回老家 去个理由都是你自己的权利 但是我出于个人好奇吧 我想知道一个理由 这样影片将来陈总问起来 我也好跟他说 你觉得呢 宋总 您是位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的成功大中产 我们小老百姓的心酸 你们不懂 除了弹琴还会什么呀 我从小就学音乐的 一般的乐器都会一些 会拉二胡吗 会一点 但属频不高 如果你可以在宴会上 表演二胡出兴的话 报酬不是问题 当然没有问题 那就每周末 五点到九点四个小时 五百块钱 怎么样 每周末四个小时五百 怎么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当然可以了 那就明天准时来上班 好 谢谢胡经理 拜拜 什么工作呀 还穿旗袍 演奏名乐啊 穿旗袍 毫无违和感 好看 就是 听说你要出去工作 我心里特难受 为什么 本来让你跟我来北京 是让你来享福的 结果 现在还得你出去工作 卫衣 人总有不顺的时候嘛 如果成功是这么容易的事情的话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失败了 我相信 等你好了 我总有回家享受生活的时候 嗯 我一定尽快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这几天 又给几家网站啊杂志社投了简历 就等他们通知我面试 好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要好好加油 嗯 那我去上班了 那你路上小心 早去早回 嗯 嗯 哎 姐夫 你回来了 哎 哎 可颜 你这是干嘛去啊 我上班去啊 啊 姐夫再见 哎 再见 哎 姐 你回来了 哎 你这是 我上班去啊 哦 好好 拜拜 好 哎 你弟妹这是找到什么工作了 好像是去一个会所拉二胡 哎呀 就靠谱嘛 那怎么办呀 只有这家人用的 那你弟呢 现在怎么打算 整天跟梦游似的 谁知道他怎么打算 不是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吧 好 我给你带好了啊 哈哈哈哈 嗯 不错 不错不错不错 好 这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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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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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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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好 黄总啊 来 可颜 好 来来来来 黄总啊 这个是我们会所新请来的 表演嘉宾了 陆可颜啊 这是我们的黄总啊 刚才可看过你表演了 非常欣赏你 说你特别好啊 谢谢黄总 来 可颜是吧 坐坐坐坐 快快快 黄总 没想到你还喜欢明月啊 美女弹的我都喜欢 听说你们弹乐器 从小都得练基本功 这手上有没有 刚来的不太瘦 慢慢来的 好 那那先喝一杯 来来来来来 我 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酒就学嘛 来来我教你来 我 我真的不会喝酒 还是 可颜 你知道黄总 那可是咱们的贵宾 快点点 来 快快快快 来 快点 我是来助演的 不是徹酒的 不是 给手 押功 帮忙也您上 Begin 上次这儿啊 好 manufacturers 姐 你看你给可颖介绍这什么工作 怎么拉个二胡还让人去陪酒呢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规场所 什么玩意儿啊 那怎么就我给介绍的呢 当时可颖面试的时候 我也没陪她去呀 我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 那这招聘网站是你同学开的吧 是你推荐的吧 是 但是招聘网站 那也不知道公司老板的素质呀 公司老板什么店人家也不清楚呀 我不管 反正我媳妇现在受欺负了 我心里就是不爽 那你想怎么着 还想打我一顿是吗 你不爽你 你跟我扔扔什么呀 好了好了好了 我消消气 吃点水果 都是一家人 可言这回 也没有受到实际性的伤害 都少说两句吧 姐姐姐夫 我们先回房间了 什么叫没受委屈 你会不会说话呀 她都让人 让人拉去陪酒了 我找谁惹谁了呀我 舔着个大脸 四处求人给他们俩找工作 结果呢我成什么了我 你还真跟她生气呀 唯一是你弟弟 说话不中听 你还真跟她生气呀 我委屈 走走走走 你说这事赖谁 赖我呗 要赖也是赖你弟妹嘛 赖她 人长得漂亮 社会经验不足 情商又低 那是不是在这个社会上 好多人就得盯着她了 就好比唐森 到了潘思东 大家都想吃她一口 你怎么那么贫啊 你不理不就是这个理吗 说姐 你不是派我去摸何卿的底吗 嗯 咱说 我调查了一圈 发现何卿确实没有被任何公司裂投 她就是单纯地想辞职 总得有个理由啊 不过何卿的妈妈从老家来北京了 这跟她辞职会不会有关系 她妈妈来了 就是你跳下来在空中 爸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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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吃饭了 谢谢姐夫 这怎么都是剩饭啊 剩饭怎么了 不能吃啊 不是 咱这两天怎么老吃剩饭啊 那这样 你下单子啊 点菜 我给你做啊 姐夫 我一开玩笑的 来 您 您喝汤 谢谢啊 你喝什么水啊 喝碗汤吧 喂 易啊 你说你天天在家打游戏 也会出去找工作 你跟肯定的未来 你怎么规划的呀 姐夫 这段时间我请你也看出来 我就不是个坐满的人 我这双手啊 就只适合创作 不过呢 我最近 也反思了一下我自己 确实也需要调整一下状态 重拾灵感 写点新东西出来啊 不过姐夫 你放心 小季我呀 非池中物 一定会 画作风雷 煞目九霄的 那我等着看这点啊 你加油 走走走 威易 你觉不觉得最近姐姐姐夫 对我们没有那么热情啊 你想多了吧 你也太迟动了吧 刚刚姐夫在饭桌上说的话 你不觉得带情绪吗 你太敏感了吧 你别那么敏感啊 我们现在生活在人家家里 就算我们是一家人 但是一家人在一起 过日子久了 你难免还是会磕磕绊绊的 那你什么意思啊 现在就收拾东西回老家 不是咱来北京这一个对月 连分像样的工作都没有 现在就这么回去 那不是让人笑死啊 我 我也没有说要回去 行吧 我找时间哄哄我姐夫啊 我不觉得 咱们应该哄哄咱姐吗 你是真没看出来啊 在这家里说了算了 还是我姐夫啊 晓风 你去拿一下八次消毒液 那不锁门呢 怎么了 姐 不好意思啊 我忘锁门了 锁门啊 姐夫又不是故意的 你别生气了啊 我是生自己的气 真的太尴尬了 卫义 我特别想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 哪怕它再小 也是属于我们的天地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想出去租房子 干嘛浪费那钱啊 都我第一部小说连载了 就有人上门求合作 到时候直接买一套不完了吗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啊 再说了 在北极买房得交个五年的社保 我们俩现在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就算有钱了 也没有辞职买房 只要有钱那都不是事啊 那我们一直住在你姐家里 寄人篱下看人脸色的 我难受 谁给你脸色看 我姐还是我姐夫 你跟我说 我找她去 没有 我 我不是 我 算了 我再想想吧 别想了 没事啊 你给我看这个干嘛呀 不好玩吗 挺萌的 就这个姐姐啊 哄这个弟弟的时候 我心都化了 什么意思啊 想让我哄你呗 你哄我什么呀 要不 什么呀 干嘛啊你 思念啊 就这事啊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是认真的 我知道了 等我对完账 马上就说 对 那你是要还是不要呀 哎呀 回头再说 你快快快去 你回来 生二宝 生什么二宝啊 你信用卡是不是掉了 没有啊 没有的话 怎么没有你的消费记录呢 这个别 怎么办啊 银行基金期货啊 大环境不景气 公司业绩有点下滑 可是到点了 你得给员工发工资 公积金社保什么的 不然的话 他们会闹事的呀 那这跟你不刷信用卡 还有什么关系啊 我想表达的是 这公司吧 跟老许这么多年 辛辛苦建立起来 也不容易 再加上家里的日常吧 也开销比较大 所以我就 自己节衣缩食了 公司现在这么不景气吗 差点意思了 不过你放心 有好几个大项目在谈 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我知道你不容易 其实这年头 自己当老板 还不如打工得轻松呢 你也别老紧着自己了 我这不还挣钱呢吗 你挣钱是你的事 我给你花钱 是我的荣誉 我舒坦 我骄傲 什么你的我的 以后啊 都是你的 好 建议 李总 有一个报销的事 我得跟你说一下 财务不是徐总管吗 你问我干什么 就是徐总的报销单 我觉得有些问题 你看一眼 一顿饭吃了六千多 那他可能 请大客户了 你看一眼抬头 老五串八 对啊 吃什么串啊 六千多 包月尺 既然是徐总的单子 你就给他报了吧 行 我知道了 李总 但是还有一件事 我得提醒你 虽然你把精力 都放到了项目上 公司的事也得留意一下 明儿 我知道你是好意 我心里有数 六千多 姐 你能 你能再帮我 找做工作吗 可颖 不是我不帮你 我帮了你好了 所以她也不会念我一句好 要是再出什么事 全得赖我 姐 维一她说话是不太注意 她也是太在乎我了 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西修 我很欣赏你 我觉得你特别地不容易 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什么都不除 就跟着我弟弟来北京 如果不是真的爱她 没有人会那么傻 唯一是我的初恋 也是我的唯一 你的性格真是太单纯了 像你这样的性格 不太适合那些圆滑的工作 最好是在培训机构啊 或者学校啊 当老师 但是我的资源有限 我得帮你问问 好 谢谢姐 走吧 请来用 谢谢 你好 你脸怎么了 过敏了 不是过敏了 昨天刚打了水光针 天哪 你这是美容还是毁容啊 她那意思就是告诉你啊 不毁容没法美容 是吧 我们懂什么 这刚打完啊 就是会红会肿的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 晾你们一跟斗 我们又不是你家老线 没见过啥失眠 你啊 行了 您这俩杠精 视频都能打起来是吗 能不能好好地帮我想一想 我交代你们的事情 对 给你爹那找工作的事 你放心 我来安排 你有资源 你听她的 她大门不说二门不买 她能有什么资源啊 你可别不信 我们小区啊可全都是阔台的 谁家还没一两个孩子呢 我随便一问 谁家需要钢琴家教 准是你大片资源 靠谱 我也不能就拿着一份简历去问 这样吧 周末你带你弟妹来我家 让我瞧瞧 如果要是没问题的话 我就帮你安排 那我周末一定带着她 登门拜访你啊 周末你消肿了吧 她别把人孩子给吓着了 她肯定消肿了 到时候肯定美美的 关键时刻还是姐妹靠谱 她这纯属好久都没人找她办事 想刷刷存在感 你说你一天天的 这 喂 走了 妈妈陪一下舅妈办点事 然后很快就回家 回家乖乖等我 好 拜拜 姐 不好意思啊 耽误你陪朵拉了 没关系啊 反正办完事咱们就回家了 我看也别卖散装水果了 就直接买个果栏吧 就她 这个 好嘞 我来帮你 我自己可以 我来买 我来买 不用不用 正好我也好久没看我姐们了 啊 不用管 嗯 嗯 哎 在北京 没有钱 连好点的水果都吃不起 哎呀我的天哪 姐 哎呀 这小区也太豪华了吧 这个小区是全市最贵的小区之一 住在这的人哪 俩字 有钱 你好 换点 请换鞋 你好 来吧 好 谢谢 不客气 好 来 阿姨啊 亮亮呢 他们在摄影影院唱歌呢 哦 请 好 亮亮姐 这家也太豪华了吧 是 但是 他们家阿姨 你年龄怎么这么大呀 因为在亮亮眼里 五十岁也不较大 这份慢慢鸡呀 谁先不说话 哎呀 你们来了 哎呀 你们来啦 贵华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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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叫四宁阿姨啊 四宁阿姨好 你好 你好 四宁 这是可莹吧 对 这是我定备陆可莹 这个呢 是图越老师著名的 儿童心理学专家 图老师好 还有我呢 这位也是我的好姐妹 著名的贵妇 贵妇是什么头衔哪 我是好亮亮 亮亮姐好 哎 哥姐你照顾她们 好 咱们上去 好 走可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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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想什么呢 可莹 没想什么 可莹 你放心 既然这两位姐姐呢 都答应帮忙了 她们肯定是会帮的 咱们呢就好好回家等消息 好 手机 怎么了 没什么 你的手机屏摔碎了 我改天换个屏就好了 囚长大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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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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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们俩干嘛呢 排练了 排练 嗯 钢琴课上完了 上完了吗 钢琴课 太两网了 怎么我们在家你就能忘呢 你还能干点什么 李俊龙 妈妈 我不要上钢琴课 李佳怡 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 妈妈就让你把这一周的钢琴课 全都复习了 你信不信 回屋去 我讨厌你 你 我也讨厌你 都怨你 姐姐姐夫 我不逢家了 吴文艺 你在家 你没事吧 嗯 稿子又被退了 嗯 现在连领读这种 三流APP读书网站 都敢退我的稿 还说什么 我写的东西乱七八糟 根本就没有人能读懂 你们是他们自己水平有吗 你现在赖我写的东西读不懂 和阳 你以前读过我写的东西 你说 我写的东西读不懂吗 我没毛病吧 是不是 我跟你说啊 就是因为有这些不负责任的人 才让我这种真有才的人 没有出头之日 小维依 我想跟你说个事情 嗯 我们从家里带来的钱 你剩多少了 没事 明天我去问我爸要生活费 你究竟还要用家里的钱 用到什么时候啊 不是 你什么意思 难不成咱俩现在就收入容易回老家 不是这个意思 咱俩出来之前可是信誓旦旦地说 必须得混出个样子来再回去 让那些看不起咱们的人闭嘴 现在咱们一事无成这么回去 你让我这脸往哪儿割呀 可遥 咱们不能遇到点挫着这种 就放弃这样永远都不会成功的 好 我没别的意思 都听你的 听你的 我今天心情很差 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而不是拆我的台 喂 喂 姨 我今天出门 把手机摔卸了 那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我想换个新的 可遥 你刚才爱说咱们的钱不会用了 现在你又要换新手机 咱们现在在创业阶段 什么都得精打细算 你老是出这种意外 咱们多少钱都不够用 什么叫我老出这种意外 不是你出意外吗 你和我姐一起出去 她手机没事 你手机怎么就摔碎了 你的意思是都怪我喽 不是 这 不怪你怪我 你这话不讲理了吧 难道是我把你手机摔的 所以 天一 我背着父母跟你领证陪你来北京 我陪你一人篱下 我在这个小房间里 看你姐姐姐夫的脸色 你找工作不顺 我出去找工作 还差点被人欺负了 我对你抱怨过一句嘛 你现在吼我是吗 孩子不懂事也就算了 你也跟着不懂事 你说我就交代你这么一个任务 带他去上课 你还给忘了 什么意思成心是吧 回来不问秦总的 就知道发唬 你知道什么情况 再说我刚才家里都有外人 你这样合适吗 没回来之前我跟朵拉挺开心的 非常默契非常和心 你一回来搞到家里边 乌烟瘴气 极其压抑 什么意思呀 就是我别回来呗 我就不明白了 什么时候排练不行了 非得今天 你知道下周一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啊 朵拉幼儿园联欢会 那要怎么样呢 你不是答应我们吗 一起排练节目 学校要求家长跟孩子 一起献出一个节目 可是你太忙没时间 我跟朵拉一起演 你还骂你 艺术节 那 这么快吗 不是应该下下周吗 你忘了也就算了 你还打击她的积极性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那你不会告诉我吗 你让我开口了吗 我没让你开口 你不能求求我吗 我去看一下 好 怎么了 我再来 可颖 威依是不是欺负你了 跟你姐说 别哭了 我 我就是委屈 为什么把所有的火 都往我头上撒呀 你为什么把所有的火 都往口音头上撒呀 道歉 可遥 可遥 你别急 我今天心情特别差 就像那秋天的柴火 一点就着 可遥 我真不是那意思 那个 我别生气了 行行行 你这样 我把把生费打过来 我第一时间 就去带你去买新手机 行不行 欢迎 要不然那手机 姐来给你帮吧 大姐 不用 我们怎么能用你们的钱呢 我们自己有 再说了 我是因为你不买手机生气嘛 我生气是因为你吼我 你别生气啊 你应该 好 那你们好好的啊 别打架了 不要哭了可遥 别哭了 文艺 我是背着父母跟你跑出来的 我比你还没有退路 可是现在的现实是 我们没有钱了 在北京生活 处处都要用钱 如果我们再不找工作的话 难道一直厚着脸皮 让姐姐姐夫养我们吗 他们还有一个五岁的孩子要养呢 我们好意思嘛 不是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没有挑选的余地了 不管是什么工作 我们都得先干着 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梦想什么的 先放一放吧 我们先找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 再继续努力你的梦想 好吗 我考虑考虑 我看你 老公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一进门 就跟你发理气 今天你最对不起的是朵拉 嗯 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 你最近怎么了 工作压力大呀 这么急躁 可能是因为唯一和可莹的事情 弄得我有点心烦麻 你心在烦 那朵拉的事得上心啊 嗯 我知道 可是我真的没有收到 幼儿园艺术节的任何信息啊 怎么可能啊 上个星期他们班人 在群里边的消息都发炸了 我没收到啊 真的 不关心 找不着吗你 我找得着我 别把我踢出去了 两种可能 一 你常年潜水 二 把群满了 那也不能把我踢出去啊 我是朵拉的妈妈 不行 就是要我得找领导问清楚 唉唉唉 说着说着你就上魂哪 来 你说我跟我妈 都常年跟群里边互动 你也常年潜水 人不踢你踢谁啊 那也不能踢我 岂有此理 思念啊 你别老觉得 给朵拉报那么多班 朵拉就能感激你 你得多陪伴她 你学校的动向都不知道 那何来陪伴呢 又怎么了 老挂 你说啊 嗯 嗯 朵拉 她是不是只有在花钱的时候 才会想起我 这个孩子最近 是不是变得有点物质了 这点像你 怎么能用物质 其实物质点不挺好的 未必是坏事 里边那个不物质 那图你地啥呀 你觉得他过得好吗 我现在不想想他们俩 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样 跟朵拉能够缓和关系 这是简单 跟着我们一起陪 周一去演出 可是我周一下午有例会呀 那你下午我还周一闺蜜无常 那是因为 每天下班的时间 好亮亮得回家带孩子 图月周二到周四 全天有客 多拉周五到周日回咱们这儿 那我没时间呀 所以我们只能把周一中午 让他们来我的公子附近 你的咖啡厅找我喝下午茶 关键是如果说这个 这个联会会要是在周一的中午 我没问题呀 但是这不是临时 把周一的例会 赶上下午两点半了吗 我真走不了 思宁啊 全世界不是你一个人最棒 好多公司的例会都是周一 好多父母都会请假 陪自己的孩子 现在朵拉还小 她希望我们陪她参加联谊会 你说等她长大了 你想陪她去干嘛 她都不乐意 知道吗 朵拉 multipl 真的 爸 妈妈给你讲睡前故事好吗 我不要 我要爸爸 那我不都给你道过歉了吗 你还打算一直不理我呀 我没做错是你还骂我 是是是 是我不对 妈妈对不起 不生气了 你告诉妈妈 我怎么做你才能高兴呢 我想要一套漂亮的汉服 汉服 网上的那种吗 没问题 妈买给你 谢谢妈妈 那我现在能跟你讲睡前故事了吧 有吧 来 看到哪儿了 我看到了 看到了 小丽和阿琪正在展开满吃灰尘的热气球 哦 天哪 这也太 阿琪 阿琪边干活边打喷气 当蜘蛛喷气 你准备工作的时候 好 好 阿琪 阿琪 人力资源部的宋总 怎么没来啊 身体不舒服吗 吴总 那个 宋总的还请假了 世家病假 世 世家 世家 多大的事啊 公司例会也不参加 宋总的孩子有演出 他请假去学校陪孩子演出去了 真是好妈妈啊 看来啊 在宋总的眼里 孩子的演出比公司例会重要 吴总 请问还开会吗 开啊 当然开会了 那就赶紧开啊 这都耽误那么长时间了 行 开会啊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 公司最近员工 纪律换散 不遵守公司各项规定的事情 大家果然都是为了孩子 亲家来的 亲家来的 您是 谁的家咋 嗯 以前好像没见过啊 我是 我是 哦 您不会是新来的老师吧 呃 不是 不是 我是 朵拉妈妈吧 对 我是朵拉妈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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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师 您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听来呢 说您平时很忙的 是 我今天请假了 朵拉跟她爸爸去换衣服了 哦 嗯 能带您稍等一下 好的 好的 好 刚刚是朵拉妈妈呢 以前都是朵拉爸爸和奶奶 而且 从来没有见过朵拉妈妈 对啊 她在咱们家长圈里吗 一起来 我来好什么人处啊 对 妈妈 哇 好漂亮 你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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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以后我得多了 那后你都也没躲 妈妈妈 今天的会就到这儿 散会 丽莎 等一下啊 不许你会不会聊天啊 你干嘛一定要说 宋总请的是试驾 你就不能说他请的是病假 陈总 宋总确实请的是试驾 万一吴总去调价条怎么办 你用得着说得那么仔细吗 你用得着说得那么仔细吗 丽莎 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陈总 我怎么可能是故意的 我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我的助理的话 那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大家好 我是小白兔雪球 我的妈妈是兔子医生 她每天都很忙 我要带上我精彩的胡萝卜 去找妈妈 我要带上我精彩的胡萝卜 我宽船 这鸡